观众朋友您听过口红经济效应吗 指的就是在越不景气的时候 口红往往卖得越好 不过这回口红经济效应失灵了 2020到现在最抢手的还是口罩 口红反而变得可有可无 败在口罩之下 其实观察经济景气 国际常用的另类经济指数 不只有刚刚允熙所讲的口红指数 那么还有裙摆指数 这个名词观众可能比较少听到 这是指股市在牛市的时候 经济特别好的时候 女性裙子的长度会比较短 这当然是以前出现的一个指数 因为当年那个时候的时空环境 当口袋里有比较多的钱的时候 就比较可以花在昂贵的丝袜上 因此短裙才可以表现丝袜 所以就会有所谓的裙摆指数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当股市往上的时候 当时的裙子相对是比较短的隐形 类似的概念 雅诗兰黛这个国际品牌 他也发现到说 在不景气的时候 口红卖得比较好 我们可以看这个蓝色的曲线 是跟景气有关的 而红色是跟口红有关的 当这个不景气的指数越高的时候 口红反而卖得越好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这个彩妆品的单价比较高 所以擦个口红 撩背一格 不过当景气好转的时候 消费者就有钱 来买比较高价的化妆品 因此也排挤到了口红的销量 另外下面这个现象 大家应该很能够同理 今年全球社交都归零 加上口罩防疫 我们每个人都戴了口罩 那就没有必要化口红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4月份的数字显示 线上口红的销量 整个暴跌了28% 但是美甲产品 反而暴增了218% 可以想象在美妆心理上面 这个时候 色彩鲜艳的指甲油 不管怎么防疫 都是露得出来 所以会卖得越好 而根据统计 2005年以来 全球的美妆业绩是年年增长的 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断的增高 但今年遇到了一个例外 因为疫情的关系 美妆的销售额最多 可能会大降到30%